老人年经典语录让你终身受用 猪来穷 狗来富 猫儿来了 屁笑不 只有类似的牛没有更坏的甜 四寸多 五寸少 七寸八寸很难找 找做官的儿子不如讨饭的丈夫 较顺的女儿赶不上半路夫妻 家有三健宝 受甜 丑妻 破棉袄 刚才一定要修掉五样东西 第一样 要修掉自己的暴脾气 懂得隐忍 隐忍是为了积蓄力量 叙事待发 绝对反击 第二样 修到自己的依赖系 一切要靠自己 需要独立 第三样 修掉抱怨 积极乐观 迎难而上 抱怨只会让你的心态和处境 变得越来越糟糕 第四样 修掉鲁毛 学会稳重 三思而后行 稍不留神的话 财富就会从你的指缝中流走了 第五样 修掉倾诉语 这是每个人心里都有苦 都有的痛 你向别人倾诉 得到的往往不是同情 而是多了几个看你笑话的人 别说女人很现实 男人总是说 假如我没有车 我没有房 我没有赚钱 但我有一颗爱你的心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想说 假如我没有身材啊 我没长相 我没有工作 我还不能生育 但我有一颗爱你的心 你愿意娶我吗 拉倒吧 别说女人现实啊 根据明法典的规定 继承权男女平等 儿子女儿都是父母遗产的 第一顺序的法地继承人 如果没有遗嘱的情况下 儿子女儿作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 享有平等的继承权 也就是说呢 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 儿子女儿可以平分财产 如果有遗嘱的 按照遗嘱继承 或者啊 遗赠办理 比如父母留下的遗嘱 把财产都留给儿子 那就由儿子全部继承 都留给女儿了 那就由女儿全部继承 有遗赠抚养协议的 按照协议办理 您了解了吗 读懂这本最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遇事不失亏 这本民法典呢 涵盖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日常生活 婚姻嫁娶 都离不开这本书 农村老人的福音 如今啊 都不敢生病了 这连一点小痛小痒 都要花掉很多钱 住得远 来去医院也不方便 但如果我们平常 自己知道一些方法 那就不用那么花钱了 这本汤头歌诀 我推荐给您 这本书的每一味药材 组合都是有图文解释的 用量用法 活学活用 不管是老人孩子 成年人都用得上 什么时候呢 咱们偏远的农村人 要是能够用得起这本书啊 并且从中受益 那真的是好事情 农村的孩子 和城市里的孩子 区别在哪啊 这一点太现实了 第一 生活环境的差别 第二 教育资源的差别 你要知道啊 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 农村孩子和城市里的孩子 生活环境是不同的 有差别是很正常 农村孩子啊 有他们的好 城市孩子呢 也有他们的优势 没有谁比谁更高贵 更高人一等 但是作为父母 我们都想给孩子提供最好的生活条件 和生活环境 让他们的起跑线呢 能够更高一点 如果你特别心软 经常呢 犹豫不决 难以拒绝别人 独自承受许多委屈 那我推荐你看完这三本书 从本质上去改变自己 第一本是 歌风三绝 祝你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 网络中呀 应对自如 在不同的场合 面对不同的人群 说好想说的话 说好难说的话 改变一生的命运 第二本是情商三步 告诉你呢 面对不慎的人生啊 如何去接纳不完美 如何学会放下 如何学会不计较 面对金钱 权力的诱惑 如何学会不攀比 如何正视现实 活在当下 第三本呢 就是成功三要了 这本书呢 介绍的方法和技巧呀 让你在人生的低谷中 寻得重新出发的机会 让你在人际交往的困扰中 豁然开朗 让你在社会现实的纷扰中 看到希望